主席 这位同仁 在座的诸位官员 以及媒体女士先进 大家早安 这是本会期的第一次的国事论坛 本席在这里先祝贺大家新年快乐 昨天我方跟中国大陆 就M503航线提出了协议 本席对这样子的协议内容 也跟辅方的态度是一样的 虽然不胜满意 但是勉强可以接受 不过本席要说的是 再次M503的航线问题 凸显了海峡两岸 就许许多多重要的问题 彼此之间的谈判 沟通 以及互信度是十分的不足 我们希望这次M503 中国大陆这方面的一个退让 代表的是大陆终于了解到 台湾人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关切 换句话说 台湾人民对于两岸的和平与安全 是高度关切的 大陆方面如果对于相关的议题 未来能够听到台湾人民的声音 能够做出合理的沟通 让台湾人民了解到 任何涉及到台湾人民安全的时候 他都是站在善意的角度来处理的话 我相信未来两岸许许多多的问题 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台湾人民本身 也要有一个共识 今天发生M503的问题 它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陆越来越强 而我们呢 我们的力量在哪里 我们的社会的实力 我们的共识在哪里 我们台湾的社会 应该立刻建立起共识 为我们自己的安全来把关 仅仅是靠抗议 可能是不够的 唯有实力 才可以来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希望我们台湾人民 对于自己的安全 能够加强 一言之 不管是经济的 国防的 我们都应该努力以赴才对 最后 这次的M503 本席认为 如果真的开始实行的话 多多少少 它也代表的是一个 现实的一个结果 这个国际上的现实结果 我们希望从 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待 我们希望这条航线 真的是一个 安全的民航的国际航线 或许有了这个民航的 国际航线呢 能够也保证了 海峡两岸 因为有民航机的飞航 安全 空中的安全 也相对的可以提升 无论如何 我们希望M503的事件 以后不会再发生 谢谢 请